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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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华FF系列 不错啊,橙色真好啊 FF8 来看看这位卡友 灯啊 嘿嘿嘿 加上一个灯更好 杜笔不稳定,有杂音 播放 录音 有可能不平衡 脚带 抹音不完全 磁剂啊 搅了这么多袋子 客户 还带了几张袋子过来让我测试 这一类机器啊 脚带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机器我试了一下 可以正常播放 声音也没有太大问题 看看FF系列的自动校转 看起来不错啊 还行 自动校准系统也可以通过 艾华FF系列啊 好多机子的自动校准系统啊 都是年久瘫痪 我已经修过好多FF了 没几台状态好戴 拆开看吧 把这个机芯啊 先给它搞出来 先把脚带的问题解决掉 机芯的靠轮啊 是被人换过的 两支压带轮也都是换过了 磁头呢 稍微有一点磨损 问题不大 这支灯啊 就是仓门的背板上面的背光灯 已经烧的有点黑了 它的光是通过后面这个亚克力 倒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灯一会儿换一个更亮一点的 这下够骚了吧 舱门灯改成红色了 装了一个大功率的LED 这下绝对够亮 够骚 哎呀真是个骚包啊 哈哈哈 这台机子呢 还有抹音 抹不干净 先来看看磁剂吧 这个磁剂啊 差的有点多啊 卡尺放不进去 负压带轮这个位置呢 也是一样 卡不进去 磁剂偏差有点大 抹银头抹不干净呢 应该也是和磁剂有关 没有调到位 去掉了这个爱事的舱门啊 咱们按一下播放键 看一下 升起来了以后啊 我发现这个磁头没有升到位 用手还可以再往上送 有这么一点空档 磁头架也被润滑过 没有升到位 现在没问题了 磁头架可以升到最高位置了 这个磁头与待机之间的压力 也就是说 它的高度 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哪怕就是差半毫米 都是天差地别呀 现在没问题了 很顺畅 这下再来试试 播放间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现在来看看 这下没问题了 方位角也调出来了 45度 没问题 现在装的是3K的速度测试袋 抖荒率有点高 这个波形啊 一拉一拉的 声音听着也一抖一抖 皮带不行 一会把皮带换一条好一点的 输出电瓶就没问题了 之前又升到有一点偏差 现在已经绝对的 两个波形落在一起了 换个皮带又拆光了 原机的这根皮带啊 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这就是国产那种最烂的皮带 它这个皮带为什么会抖荒呀 它是张力不均匀 比如说在这一段 它能承受5的拉力 然后换个位置 它又可以承受4的拉力 所以在不断转的过程中呢 拉力不平均 所以导致抖荒 进口皮带 这个国产皮带也就几毛钱 一根 这进口皮带一根要二三十块 你这质量简直天差地别啊 皮带已经换好了 现在装的是3K的测试袋 看看现在的波形多稳 哎呀 稳如老狗呀 一点都不懂 而且听着这个3K的声音啊 也很正 压代轮有人换过了 就清理一下吧 这压代轮也是用一用就得擦 主要是这个带子呀 大多老带子都太脏了 哎呀 看看这个小的 我一般用棉签沾一点洗板水 就是我以前做手机行业的时候修电路板经常用的洗板水 这个劲还是大呀 洗上面的污垢呀油泥呀这一类清轻松松就可以洗干净 酒精我不太用 我嫌那个劲小 好了 黑亮黑亮的 接下来呢 我也不准备装机了 用客户的袋子啊 先来反复反复测试吧 这是90分钟的袋子 彻底不搅带了以后呢 再给它全部恢复 搅带呢 最容易在开始的位置脚带 也就是 从零开始的位置 只能这样试了 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客户的这几张袋子呀 全部 试一遍吧 来回试 全部装起来了 测试一下它的自动校转系统 现在里面装的客户自己的四类带 四类 校转完成 不错呀 通过率很高啊 这是带前的波形 这是带后 看看高低频 呀喝 不错啊 这机器 校转系统的精度还可以 录音不会差 机器装起来了 那咱们来试一下它正不正常啊 先来看抹音吧 之前客户不是说抹音抹不干净吗 正常有内容的袋子 然后录音 没东西了吧 这下抹得干干净净 我把声音往大家 啊 仅仅是一点底灶 之前的内容是绝对可以抹得掉的 然后来测试它的录音嘛 先自动片词 片词完成了 直接录音 开音源 好 放到这儿让它一直录吧 把他客户带来的那三四张四五张袋子 全部给他录满 录满了看看他还会不会脚带